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呢 针对医疗健康 我们还是来聊聊呢 跟疫情有关 但是今天的这个疫情呢 我们把它着重在 跟这些高龄长久有关 因为台湾的话呢 确实是一个越来越高龄化的社会 那而且这一次呢 在疫情当中至少在前半段 看起来的话呢 几乎这个新冠疫情 不管是先前的武汉猪 后来的英国猪 对于这个60 65岁以上的长者 尤其是有些慢性病的长者 都是最主要的重症 跟这个住院跟死亡 可能的一个风险高的族群 那尤其在台湾 台湾呢 这一次真的是很诡异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 全球普遍性的看起来 老人家值得被关注之外 我们的死亡率 还比起全球平均来的更高 我们大概是5点多 那全球是2点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到底这个高龄长者 他要怎么面对这个疫情 尤其到现在为止 这个疫情没完没了 虽然Delta病毒有另外一番局面 那但是疫情施打 也给大家另外一个 可能比较安心的走向 但是呢 也还没有真正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呢 长照中心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也还没有真正对外开放 可以去探视 然后呢 一般的社区的一些安养中心 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回复一些呢 跟长者有关的一些活动 那所以呢 这都让这个老人家只能够栽在家里面 那心里面压力也很大 所以这个心理呢 又会影响到生理等等 所以像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怎么去面对它 好 他事实上是高龄医学的专家 这个先前的话呢 在荣总也就是呢 专注在高龄医学 他是陈亮公医师 哈喽 陈医师早安 陈医师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你去关渡也很久了 多久了 居然一眨眼快半年了 三月初到关渡开始上任了 真的 那所以本来 我还记得我跟亮公聊过 去关渡医院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中小型的社区医院 其实本来可以 好好的认真的想要去做的是 跟在地区域性的高龄政策 的某些规划有关嘛 但你就碰碰疫情了 所以现在先要做这个 社区中小型医院的防疫 对 所以就变成先工作都在防疫了 对 但是现在慢慢开始 我们原来设定的一些 包括社区健康长寿 一些高龄的题目 还是开始启动 因为还是得要同时做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现在在地老化的观念 也越来越强 而且呢 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未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是蛮蛮值得期待的啦 所以呢 如果亮公这边有一些最新的 未来的一些发展 我们再来找他聊 但是好 我们讲讲你过去这半年 就碰到了疫情 所以疫情底下的高龄长者 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 亲身的观察嘛 所以为什么台湾 所以先讲你怎么看 这一批台湾这些死亡率 这么高的状况 是为什么 其实大概多重原因 不过 不过 大概我们如果看一个表面上的趋势 你会发现 当然这个 最后死亡的个案 是年长者居多嘛 但其实你说 年长者遇到任何一个疾病 本来就是死亡率比较高的一群 所以说这个 这个当然不能完全去单独解释 说为何台湾比世界的死亡率高 而且高这么多 本质上高龄者就健康风险比较高 那其中 有一个我觉得比较 可能有一两个点 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第一个点是说 其实我们过去的 这个医疗或招呼体系 我们习惯是以这个器官 以个别的疾病去从事治疗跟看待的 那可是长者所遇到的健康问题 从常都不是单一嘛 所以就当他罹患各种疾病的时候 其实他的处置都会变得相当复杂 那这个复杂度 其实跟整个医疗体系 对于习惯照顾这种复杂的长者的应对能力 我觉得有一点点关系 那欧美国家 因为可能特别是欧洲 老的时间比较早 他们整个人口老化的时间其实很长 所以整个体系的发展 面对这些多重疾病 然后慢性病也多 身心功能也比较不好的长者 遇到任何急性的状况 其实经验稍微多一点 但即便多一点 他们也还是很辛苦 对啊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 跟医疗体系的那个 有多少储备的能量可能也有关 你发现说像我们自己医院 在关渡医院也是 一旦开始防疫 你发现说 你所有的医疗作为 医疗的安排 都必须要踩最高规格去执行的时候 你发现说你的人力 你原来所准备的人力或是物力或是你储备的资源 大概可能只能因应平常百分之五六十的业务量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本来的医疗体系的量能 其实都用很足了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闲置的能量 所以然后一旦遇到一个紧急突发状况 你会发现说那个排挤效应还蛮强的 你也没有什么储备人力 然后我必须要牺牲这个工作 一般的日常的门诊 对才有办法去做 所以整个做事情的成本变很高 那这个可能在我们像你说防疫的这些标准作为 很多东西是国际通责 这是一个有共同标准的事 可是你会发现说 台湾要来执行这样子的规格的时候 其实对医疗体系来讲的 耗费的量能非常高 我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五月中之前 就是疫情有但是比较和缓的那个时候 我们医院的这个N95的口罩 我们其实基本上都是用外科口罩 那当然特殊的单位 大家比较担心的 就会去用N95的口罩 那本来一个星期大概用50个 重点不是那个数字 而是当疫情提升五月中之后 疫情提升 我们一瞬间我们的N95口罩 从一周的50个变成500个 那这个货要从哪里来 然后这个防疫的支出 我们整个的成本 跟然后这个人力 我们要除要要要分开上班 然后要这个储备医疗能量等等 有好多种 可是民众在社区当中 还是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你也不可能官员就不做事 那所以整件事情的能量 跟人力拉得很高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我们以前平常如果说 这个几乎没有什么闲置的量 人在那里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突发状况 硬变起来其实很辛苦的 因为我在想我们平常的 这一些几乎没有碰到 新的重大疾病 就已经几乎满载的状况 是为什么 是因为台湾人特别爱看病 还是说这是一般 就是医院营运 尽量会做到摸崩 就是我的意思说是 是为什么 我想两个都有 就是说第一个是国人 其实我觉得 那跟每个国家的文化 有点关系 就是你说像美国人好了 他们就觉得 而且他们看病很贵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一直 在提倡的一件事情 是自我的保健 跟他自我的治疗 当我出现一个小感冒 我要如何怎么样 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如何去使用 这个简单的药物 所以他们一直在教导 民众是如何自我照顾 那因为他们确实 医疗的取得的难度比较高 而且费用很高 对门槛高 那台湾因为便捷 所以其实大家 你会常常在台湾看到报导 说因为不可以轻忽感冒 它会变成肺癌 就是对我们 这个也确实的个案 会让大家很警惕说 我好像有一些毛病 就应该要寻求 专业的医疗的支持 跟这个意见 那会使得民众的 每一个健康问题 它就医的几率就很高 那台湾的医疗又便捷 费用也不高 所以会变成说 转换了大家的习惯 如果有任何健康的议题 我就去找专业的 而且相对来说 医院也往这种营运的模式去走 对不对 甚至有些走得更商业 是因为国家的支付的标准 就是目前大致上 虽然它有一些细微的调整 但大致上还是依照你的服务量在决定的 那时候当民众的就医的机会高 就代表医疗院所的服务量高 那服务量高就代表说 健保会支付你比较多的费用 那所以说变成医疗院所也会去迎合民众这种对于健康的关注 然后也会去提供相对应的服务 那结果真的就是满载 就对于很多医疗院所来讲 几乎不会有什么闲置病房 可是阅长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那如果趁这个疫情 所以呢都会先降载 把一般的门准给降载 然后全力去支应现在的新冠疫情的话 那会不会也是一个机会就是调整一下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顺便就是不要让大家那么长的 这个其实跟医疗院所那么长互动 也会必须是件好事 就像我们常常有朋友是医生的话 都不会说我们要常常见面 都希望最好不要见面 开玩笑的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要在医院见面 对对对不要在医院见面 那再一个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们有那么常态性的去运作 我们这个医疗体系 那照理来说 如果降载之后 然后全力又去因应这个疫情 照理来说应该运作得很好 死亡率会下降才对啊 好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还是会跟政府的政策 在他怎么去看待医疗体系 跟他的支付的方案 其实还是到最后会带动 那因为很多医院 你看我们这个疫情 从去年一路到今年 你会发现说一开始 像去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很紧张 所以那个是自动降载 那时候政府还没有喊出要降载 但是民众自己会选择 就不敢去 就是尽量不要来医院等等的方式 然后过了几个月 疫情稍缓之后 那个就报复性成长 医院也有报复性成长吗 都是大幅增加 然后到最近五月初 又很明显的下降 然后其实最近七月又开始看到 慢慢又回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民众的习惯 那个根源没有改变了 第二个是 所以说一时之间很难改 也得要相对应的做一些设计 那至于说为什么说 既然我们常常在操作医疗 怎么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很难处理 但因为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病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的是一般性的肺炎 那我们可能治疗非常多 那应该用什么抗生素 依照台湾的这个菌种 我们都有一个治疗的这个指引跟概念 但是这个是一个新的病毒 对它的病程 那我们早期 我们在疾病开展的初期 其实我们的个案数很少 所以我们累积的经验相对也少 那重症也相对 在一开始前面初期也比较少 所以当国外这个 纷纷一直在发展各种可能的治疗 药物等等的时候 那有些当然可能有效 有些事后证明没效 但其实那都是一个医疗体系 在尽各种的能力去救治病患的努力 那我们到了我们真正病人的数量 大幅增加 而且有很多重症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说 我们前面是没有这个疾病的重症的处理经验 一开始 那当然后续 其实我们这一阵子就看到几乎每个周末 各大医疗院所都在办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重症的一些研习会 这样子吗 对已经连续一两个月了 因为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必须要再教育一下大家 说其实基本原则可能没有错 可是有些特殊事项 特殊药物 大家要特别去关注 然后这个药物能不能普遍性的取得 然后这个诊断的快速性等等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过程 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相对就没有那么 没有像前一阵子那么吓人了 好 但是这就是一个体系遭遇一个新的挑战的一个过程 跟整个体系的应对能力 我们叫做那个韧性 就是那个坚韧的韧性 那个弹性 面对挑战的应对能力 也多少有点关系 那我们平常都蛮载的时候 其实也很难说一下子就有足够的量能去产生出来 好 所以刚才这个 那跟我讲到了就是说韧性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 大家在谈有关于企业本身来说 也是经常在讲到企业的韧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哪一个企业韧性够强 够足以因应弹性 这个去面对的话 可能越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存活 而且越来越强大 但是我们修学有再回来 刚才亮跟我特别提到说 某个程度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医疗本身的品质 你们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似乎给了一个很很微妙的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修学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 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 他也是高龄医学的专家 我们来聊聊 这一次疫情到目前为止 就高龄长者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 为什么死亡率偏高 接下来的话 一些救治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注意值得分享的 接下来的话 高龄长者的生活到底该怎么样子 可以尽可能的如常 否则的话 那种体力跟智力急速下降的状况 其实目前都蛮让这些高龄专家担心的 好 那我们一步一步来聊 所以先回到刚才讲到的 所以刚才廖公 你特别提到说 你们先前有做了一些资料当中的推估调查 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死亡率高 跟我们的医疗品质有一点关系 这什么意思啊 是 就是大家如果回想几年前 大概17 18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知名的医学期刊 公布了一个全球医疗品质的大调查评比 那台湾在第一次第一年的评比是45名 然后群庭积分 大家觉得这个评比不公 有些标准的取得 太低了对不对 它总共是多少国家 全球195个国家 195个国家 我们第45名 那然后后来卫福部也收集很多资料 他可能觉得说 因为他这个研究是那个Bill Gates的基金会所支持美国西雅图大学做的 他就是在做全球健康大数据的调查 所以他是用同一个标准 用同一个标准去收集资料 提供更新的资料给研究大学 所以他隔年的调查呢 我们从45名变成34名 但是都还是亚洲第四名 落后日本韩国新加坡 好 那这个指标在他们设计的时候是认为说 这个应该某个角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的品质 因为他毕竟是从全球相同的标准 就想要治疗同一个疾病的长期的育后如何 这个从各国你自己公布的公位数字来做评比 那他就做了一个公式去计算 好 那我们最近就很好奇 就讲说 那毕竟当时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用旧的资料去验证的 去建立一个预测模型 那他其实没有真的被拿来用过说 那这个你说我国家品质好或不好 到底跟我遭遇一个新的公共卫生的挑战的时候 我的表现会如何吗 对 所以我最近刚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刚整理完 我们把全球前30名的国家 第一名到第30名 我们去对比他在这段时间内的包括感染率跟死亡率 那我们会去调整说 这个国家人口很少的我们就不特别算了 因为他的各个比例可能或许不太准 那我们去调整说 那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的比例 因为可能老年人口会死亡率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调整这些可能的因素 结果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就是确实这个医疗品质的好坏 跟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确实成反比 也就是说人家的那个调查设计出来的公式 某个角度是准的 就是说真的他的品质被评比高的时候 他的死亡率相对来说真的就是低 对那所以说大部分评比比比较好的都在欧洲国家 那当然欧洲其实初期其实很严重 但他整个时间拉长之后 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普遍 当然这个因素很多 包括那个时候的流行的病毒株是什么 然后传染力比较强等等 有很多因素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但看到这个现象我也觉得说其实原来的那个指标 是以一个国家的慢性病癌症 这些控制的成果去判断你国家品质好不好 这个医疗品质好不好 那其实你把它对应到说面对一个急性病 或者公共卫生灾难的时候 它好像也可以反映出整个体系的稳健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台湾好像也就差不多在那个曲线上 所以你说所以就当初 不管是四十几名还是三十几名 我们虽然觉得说好像心有不甘 觉得自己觉得我们的医疗品质很好 但事实上就我们的致死率百分之五以上 那为什么我们都认知 总觉得我们的医疗品质很棒 其实你认真看 虽然我们好像觉得有很多各种网路上 媒体有很多各种评比的报道 但其实你认真看没有什么公正机关在做这种 什么世界各国的医疗品质比较 其实都没有这种比较 只有大部分有两三种评比 有那种声音会去做一些跨国比较 第一大类的学者常常是经济学家 那包括说一些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会评比的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国家他的医疗的费用的投注的比例 在GDP占的比例对应的成果 那这个看起来就会觉得 比较像CP值 买到这个成果非常优秀 对比较像CP值的概念 对 我觉得台湾非常优秀 那以国家投入的经费比例来讲 已经很好了 但是它不代表品质最好 它的前提是花费这样的费用之下 那第二个 第二个常常评比台湾很好 常常是那个国际观光网站或是旅客 他们就会来台湾这个旅游 所以台湾好方便 台湾这个随时都有医生 就算没有预约也看得到 然后我没有保险 比起在他自己的母国 有保险的费用更少 便利性跟价格便宜的程度 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到底追求的品质上面这件事情 有很多其实是指的 我们再去想一想 真正跟欧美这些非常排名很前面 大家被认为体系上很健全的国家 其实或许有些部分 是可以再去思考一下的 永远都可以有更好的空间 我觉得过去我们显然的 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们健保普及的状况 真的是有关 所以我们向来蛮自我感觉 良好的在医疗这一块 但是显然的经过这一次这样的一个 就像刚才亮光讲灾难性的 这样的全球的公卫议题 显然的我们表现 还有这个可以努力的空间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聊这个努力的空间 现在我刚刚听到你 你讲一个 就是我们世上有在努力中 就是每一个礼拜有研习会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那所以请问你们研习之后 学习成长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现在用在目前的 这个疫情救治上面来说 有什么更好的SOP 或者更好的治疗方法吗 好像当年SARS的时代 我正好还没有生主治医师 所以我被派到病房里面去照顾SARS的病人 在那个时候 其实你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因为大家知道SARS就是一个很强的免疫反应 然后肺的肺泡 整个都会被破坏 然后就无法气体交换 等等 那那个时候基础你就是类固存 就没有别的 那是一个很老的处理方式去压制免疫反应 然后到这一次 你看回想说这段时间开始有各种不同的药物 瑞德系 我现在在早年也没有什么抗病毒药物 那现在有抗病毒药物 那当然有些时候证明说 其实好像也不完全那么有效 但至少你是有武器的 包括说现在有用单株抗体去压抑这个免疫反应 赶快让这个免疫风暴降下来等等 这个都会有助于这个死亡率的降低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爆发之初 其实确实或许大家对于重症 一开始我们前面相对都平安 所以我们相对的这些治疗的标准的处置 药物的使用的时机剂量等等 当然国际上也都还在演进 那我们相对来讲经验又稍微少一点 所以这个研习会是每一次 每一周这样办都是好多医院在办 然后每一次线上都是一两千人 可以很快速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处理的标准化了 好 那我要先休息一会儿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 就即便现在我们疫苗施打的这个百分之三十几 那就是虽然大家医院很高 但到货量还是太低 但是如果说有像你刚刚讲到的瑞德西维 单株抗体 那所以即便是染疫了 事实上就可以稍微的安心一点 因为有一个充分的救治的方法是这样子吗 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学间继续和线上邀请到的关渡医院的院长 他也是高龄医学专家 陈亮工医师来谈这一波的新冠疫情 对老人家对长者的目前的救治的状况 还有我们需要我们有进步的地方 跟我们需要继续加强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有这些药物 那瑞德西维跟单株抗体各自救治的成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它的范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它的量 有没有这个存货的问题 现在发现说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了 因为国外也累积更多个案 就发现说它跟你用药的时机 跟你最后的结果 我刚才有的时候发现说有些研究说 使用瑞德西维可能可以缩短病程 假设说有人可能原来要15天恢复 可能可以变成12天 那或者说到底有没有明确的降低死亡率 其实一直有些争议 因为不同的国家出来的报告不完全一样 那单株抗体也是一样类似的 就是包括使用的时机 使用的量对象等等 但是这两个药物 其实都一样还是有一些量的问题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瑞德西维 其实不是为了治疗新冠肺炎的 嗯哼嗯哼 对它其实是 对所以呢 也就是说这个药本来就是大家没有的 大家如果其实印象中记得的话 其实瑞德西维是美国的药厂 就是紧急的给了我们一批使用 对对对 它其实不是一个常备药品 那已经没了吧 其实现在还可以去专案申请 也就是说我们政府一直持续有得到一些协助 不管是在这个赠予或者是说授权上面 嗯哼 对那单株抗体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说其实它这个药物本来也有用在一些免疫的疾病上 可是因为病人数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本来存货就没有那么多嘛 嗯哼 那随着你的病人的治疗的数量没多 你的需求量也会增加 然后也必须要快速的去跟国外进口 其实都还是一样会有全球竞争药品的问题 重症的个案数 我们相对比起国外还是好一些啦 人数上面来讲 那所以说我们对重症的个案处理上 目前倒是该用的药物都还是用得到 但是我们就回到刚刚的话题 虽然重症少但死亡多啊 因为死亡总是从重症过来的嘛 那如果说这些药物都可以在及时的时间点发挥足够的效果的话 照理说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么高的死亡率啊 有时候也难讲就是说你看一下那个川普在当时他染疫的时候 他不是一直讲说要吃尾大命E啊 然后要用奎宁啊 要用这个另外一个免疫抑制剂的药物嘛 那三个药现在都被证明也没效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最困难的就是一个新的病 这是一个新的病 所以很多资料都不起 然后等到累积的足够之后才发现 你发现说他可能有效 那他应该用的什么时机 然后或者他其实这个时机又没效 这个剂量不够 但是他有好多细节 治疗上面需要用的细节 所以这里面 当然就是说他至少某一些报告看起来是 至少还正向了 还觉得应该是对于病程的控制有帮助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足够 然后能够大家都很清楚 能够很快的及时就用到药物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对于病程或许有一些帮助了 那所以还是量的问题 而且还是在一个事实上 我们需要的时间点上 有没有这个量的问题 而且有些时候需要申请 需要先去特别讲一下 因为这是特殊状况 对对对 所以变成说假设 我们跟美国有些特殊的关系 他愿意提供给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说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集息一批 那就马上可以送过来 是这样子吗 这个故事就会很像疫苗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 我在这样的社区型的医院 我就会发现说我要去叫货 叫任何一个N95或其他 我要叫货都要跟很大的医院 去竞争那个顺序 都压力很大 所以现在要也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算跟美国有特别的情谊 但是也不见得随时可以买得到足够的量 是 不过这个部分 因为当然 其实卫福部 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文件 它是有定期在监测那个安全存量 然后再去补货的 OK 所以目前来说算够吗 应该这样说 应该说在临床上来讲 因为现在主要个案数变少了 主要是个案数降下来了 OK 对 所以现在的感觉 当然比较没有那种不足的那种感受 好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两个目前来说 你刚刚讲说 至少就缩短时程来说 是有帮助的 然后对减轻症状 也确定是有帮助的吗 减轻症状看 减轻症状跟缩短病程 看起来有帮助 然后对于 往例的影响 有一点点争议 原来那些本来就会好 只是说他得要 十七八天好 变成十二天好 那或者说 其实他好像感觉上 也有些报告说 他好像本来就重症 就很严重了 好像用了药 也不一定可以回来 但至少目前看起来 对于缩短病程有帮助 死亡率是有一点点正义 好吧 那现在其实大部分的长者 都打了一剂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 疫情一波一波来 尤其这个最新的是Delta 那长者看待这个疫情 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就他们已经打了一剂之后 我的建议都会开始说 就是打了 就尽量去打疫苗嘛 打到了之后呢 然后防疫的作为 做好做满 然后要出门了 要出门了 对因为 这两三个月下来 我发现病人退化太多了 就短短的两三个月 其实在我们 看起来我们病人 平均年纪就八十几岁了 所以他们这一段时间 几乎所有的服务都终止 他自己的生活也终止的情况 其实退化太多了 对 这个部分是我们 很想关注的一个话题 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描述一下 为什么在两三个月之内 会退化的这么快 而且是属于什么样子的退化 我有几种病人 第一种就是真的体能的衰退 就是说他的活动量 出门运动都少了 所以他的肌肉流失很快 所以本来走路是稳定的 到现在可能战斗有点问题 很快速的流失肌肉 然后跟体力 第二个是 常常都会整天在家里 本来就有些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他的那个社交活动 本来在参加日照 各种活动 没有参加之后 认知功能很快速下降 然后忧郁跟恐慌的情绪 一直都持续着 两三个月一直担心害怕 然后有那个以前 两三个月以前来 会一直大大呼呼的讲说 我这不是文章就有很多问题 人到两三个月之后 再来就说 就这样吧 算了吧 这么老了 还能怎么样呢 他不可以变化这么快 所以他受心情的影响很大 那这些人的共同的特色 不管他是哪一种 共同的特色就是 能走的 也不一定能来了 然后走路的那个稳定度啊 生活上面的这个 这个整体来讲 就是衰弱的程度提升的很快 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座高零照会来讲 你就可以预计说 这个虽然如果没有被有效的修正 它后面就是跌倒骨折 死亡跟失能等等 所以后面的事情就会影响很大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 我相信除了这个 陈亮宫的观察之外 每一个家里面有长者的人 应该或多或少都有感觉 比方像我在看我妈妈 我妈妈过去这几个 也不会真的就是才一两个月 变得非常适睡 早上也睡 中午也睡 下午也睡 然后就是说睡到天昏地暗 那醒的时间 没有这个睡的时间来的长 就是整个人变得省省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确实是还蛮大的 那这个接下来 如果是这样子一心继续下去的话 他们继续不敢出门的话 那这个我想对每个家庭的照顾来说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跟担忧 所以我们休休马上回来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线上邀请到了 关渡医院的院长 他也是高龄医学的专家 陈亮工医师 来继续谈有关于疫情期间 这个对老人家目前的 一个是面对疫情 一个是面对疫情底下 大家不敢出门 然后呢 防疫过度 然后呢 高度担忧 在身体跟心理上面的一些影响 那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呢 有些时候像 像我爸妈 我们后来鼓励他们去社区 附近的一些安养中心啦 或者说一些什么老人活动中心啊 去参加活动 现在也不敢开放啊 那所以你说 真的他们要出去 出去哪里呢 一天到晚你只能说 那去院子散散步啊 顶多去公园散散步啊 那也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 就算说你知道 呼应刚才这个亮光说 啊要开始开始出门了 出门去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大的 现在其实也没地方可去 对 就说就算户外啦 户外 虽然降到二级 但绝大多数这种医疗 或者是长照的单位啊 还是相对有一点点准三级的那种概念 对对 就是还是没有完全开放 那居家服务的部分 就是以前有些长照的居家服务 现在是可以了 但是但是不一定说 他服务的人来 你就安心嘛 有时候你还更怕他来 对对对 你怕我怕他 他们也怕来 然后你也怕他来 对 所以但是呢 至少在有限的程度之下 我大概都会普遍建议说 第一个是要出门了啦 出门就是可能对 就是这种就是公园 空旷的地方 然后要挑一下时间 就挑那个人比较少的时间 不要去挑那个人很多的时间去 然后这个家人出去聚餐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有很多规定嘛 那些规定如果照做某个角度 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互动 那其他都很难 那就是说可能或许就期望说 这一阵子的数字都还可以 希望过一阵子可以更好 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 否则的话真的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有时候建议 当然我们有很多建议 包括居家的活动 居家的运动 然后什么科技 视讯等等 可是那个 你会发现说 这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用下来 发现都也没真的那么有效 而且视讯 才一度那种感情不好 我觉得视讯重点是 因为老人家不太熟悉 这些科技的产品 所以你除非有家人陪他上线 教他怎么做 但是可能今天教人明天就忘了 之类的 而且上去之后呢 他们也不习惯这样的互动方式 像我爸 我们试过一次 我爸就觉得 好无聊 没错 所以这一次 其实我刚刚讲说 这不只是说 这个医疗体系 对这急重症的 照顾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对我们做这个高龄 或是说中长期照顾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发现说 你几乎束手无策 因为我们以前 每一项建议都是 你要外出啊 你要跟人互动啊 你要去运动啊 你要去交朋友啊 我们以前 对于长者的生活 认为说 其实最好的接受方式 就是这些嘛 那一旦来一个疫情 就是全部都没了 然后你发现 你完全没有替代方案 束手无策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政府跟医疗体系吧 其实后面 有很多功课要做 我在想 这一段时间下来 大家生活习惯 可能也就变了啦 所以这个世界 大概也就变了 所以你可能 那些照顾服务的模式等等 真的得要 好好的思考一下 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们处理一个 紧急的事件处理完了 可是它有长期的影响 可是你说 如果要变了 怎么变呢 这个变法是这样 就有两种啦 这个我看一下国外他们 因为国外关比较久啦 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出几个做法 没错 大概有两个方向要去努力啦 第一个是说 我们做所有各项服务的人 要尽量平常就要多发展 那个居家的课程内容 就是平常就要有些 那你可能不是 一百个percent都到 都在家里 不是像现在这么极端的情况 你可能 你要在平常的活动上 就要多导入居家的 让长者稍微习惯一下 有一个居家的活动内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也要开始教育 现在的长辈 跟未来的长辈 因为这个情境的发生 你可能要对于科技 对于一些使用的界面 要稍微更积极学习 然后也给业者一些 这个机会说 你要去开发 什么样的东西 更适合这个情境来使用 这是一个多重的挑战跟议题 就是要稍微 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 跟你未来的介入服务的习惯 都要做一些调整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 所谓的宅经济 宅经济里面 比较针对的是 一般的成年人 或者一般的消费 可能未来针对 长者的宅经济 对 宅健康 宅健康 可能要更加的加强 有道理 在家能够做的一些 健康维护 或者更健康增进的事情 平常就要有一些习惯 当然还是该外出 该交朋友 包括朋友有一些是 虚拟世界等等 这些事情 可能在某一个比例上 必须要去有一些介入 那否则一旦一发生 你就会发现 你完全无法接受 你也无从学习气 对啊 对啊 这点是真的 否则的话呢 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对于 长者 或者对于人老了以后 他的体力的退化的速度 是如此惊人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惊讶 他不仅退得快 你的挫折会在后面 怎么说 老人家的衰退很快 一两个月真的说退就退 然后恢复很慢 大概是三倍的时间 就是说我今天花了 我经历了一两个月的身心功能的衰退 假设我后面很积极的去介入 用各种的方式 然后他也都积极的配合操作 你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 他才有可能回到跟原来的样子差不多 真的啊 所以老人家其实我们就一直很担心 就是我们很介意的 就是不要让他衰退下来 因为他一衰退下来呢 就算你有方法介入 时间都要拉很长 那最好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不要让他衰退下来 那可是现在这一两三个月下来 其实后面有好多功课要做 对啊 而且就像你刚刚讲 要来得及阴影 所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 我也发现像我妈只要几天 比如前段时间下雨 她只要一个礼拜不出去走 你发现他现在走路就不稳了 就很明显就不稳了 然后在家就叫他写字啊 唱歌啊 这时候找这些能够在家做的事情 不要让他们 否则我有朋友的爸妈 就是那种记性 就是会忘记他的名字了 又不会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是 他会衰退非常快 那个认知 我们有那个病人 他两三个月 我们去测那个认知功能的分数 两三个月就打五折 整个砍半 真的很严重 所以这件事情是 是要快一点去应用 否则后面会有一大堆问题 嗯嗯 好 所以呢 这个要谢谢亮公主提醒 所以呢 我上次一周跟亮公主这样聊 我就发现说 家里面有长者的 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体力跟这个 智力跟记性的状况 就像这个亮公刚刚讲的 摔退非常快 但回来得非常慢 慢 所以呢 即使警觉到的时候 总是做比没有做好 是 嗯好 非常谢谢呃 陈老公院长 记得我们的访问 来聊这个话题 谢谢 啊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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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